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马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 Malaysia日前在连述专页分享一份2017年关于确定形成地线的高风险区域的研究 该份研究报告将半山巴以至俗称的富都焦赖和KLCC吉隆坡城中城列为地线高风险地区 同时位于雪龙的甲洞 甘榜巴鲁 安邦和班登在野也是发生地线的极高风险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安邦 半山巴 甲洞和甘榜巴鲁也曾发生地线事件 另一方面大马公共卫生提醒民众只要有以下五种情况出现 就代表区域内可能存在地线问题 那就是第一道路或墙壁无故出现裂缝 第二土壤或地面开始出现凹陷 第三树木或杆子固定物开始倾斜 第四水管或下水道突然泄漏或堵塞 以及第五沟区或地下水位突然下降 同时呼吁民众一旦怀疑有地线的情况 就必须马上向地方当局和工程局投报 以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继续收看我是Jacob 贾克博 更多新闻资讯报道 请继续留守陪伴这里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